江心火拿起一袋火冲,也不嫌脏,直接用手摸着火药要是说道,火冲最怕炸糖,要是又是总要火药燃烧的地方,造火冲的时候,要是不妨加后些,加后一分,炸糖的概率都小一分。 老工匠江心火说的这些,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,都是小细节,事实上,他们这些匠人在实践中,也都发现提出了类似的建议。 但是问题在于,明代的火器制造,那都是上头想怎么弄就怎么弄,实际执行的匠人是没有话语权的。 江心火不仅说话好使,而且,这些工匠看得出来,这位国师是真的懂。 要是知道他们的心声,江心火估计得自吹自擂一句,没有人比我更懂火器。 不过江心火自然是不知道工匠们怎么想的,他还在继续认真的给红武时代的火冲提着改进意见。 你们平日里,从火药袋子都是直接网冲口里倒火药的,也没个定量,就跟我沈娘做菜放调料似的,全靠手感,可手感这东西,每个人终归是不同的,有个标准才好。 冰杖局掌音太监马静点头秤势,问道,国师以为怎么定下标准呢? 做个放大版的木质涛耳勺式的火药装药池,用来呈固定量的火药,另一头则是植杆子,尾部裹了布包,用以压实火药。 听到这个建议,冰杖局火药司的工匠们,不由得眼神意料。 这真是一举两得,用木头就能做,既能装填固定量的火药,又能压实火药,可谓是一举两得。 身旁一直默默聆听的宋礼,也抬眼看了看这位第一次见面的国师。 虽然说是第一次见面,但江星火的名字,其实宋礼从礼部尚书李志刚那里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。 嗯,这又是一个去年被江星火在赵羽里冻冻嘴,就得在外面跑断了腿的人。 要在各藩属国建立天使館,总得招募翻译,培训人员吧。 那你说是让八十岁的董伦弄,还是让六十六岁的王景弄呢? 最后,这火还是落在了当时还是礼部员外郎的送礼头上。 不过也正是因为宋礼干的出色,才被提拔为幼侍郎,也算是一以一拙莫非前定了。 看着非常认真的指导着火药司工匠们的江星火,宋礼第一次对这位年轻的有些过分的国师有了直观的印象。 所学博杂,见是敏锐,且过来说话。 跟这个时代的官僚不同,江星火没什么架子,更不会觉得这些工匠递贱。 事实上,在江星火的眼里,这些可都是有用的人才。 几名火药司的工匠见兵杖局长印太监马静同意,方才靠拢了过来。 江星火指了指马静,众人都认识。 其实,今日跟你们说完了大号孔明灯的事情后,本来是要走的,但二皇子他在组建的睡足位,打算以纯火器部队的模式去组建,所以便想让马公公带着看看现在大明的火器水平如何。 冰杖局长印太监马静面带笑容,这次火器试验,既没让二皇子丢了面子,也没有让火器出现什么事故,他自己发挥的效果相当不错。 江星火稍稍解释了一下,停顿了刹那,反而画风一转。 但说实话,马公公,本国师是不太满意的。 马静的笑容,僵在了脸上。 燕王府出来的宦官,普遍武德充沛的爆棚,宋礼健壮默默地退后了一步,免得殃及迟鱼。 现场刚才颇为热烈的气氛,也顿时变得冰冷了起来。 这就非常让人难堪了,马静也是燕王府老人,跟着朱棣静男浴血拼杀了四年, 如今在宫里更是数得上号的大太监,你江星火来指导兵杖局工作,敬你是国师,好好招待了,想要做什么都全力配合,想要看火器表演也给你看了。 明了来这一句,国师这是什么意思? 看着二皇子朱高旭与正和,脾气有些暴躁的马静,强忍下了当场动手的冲动,语气冰冷地向着江星火鹰邦邦问道。 江星火四世对马静的态度熟视无睹,反而诚恳言道,马公公,兵杖局,甲州公弩兵器等其他的部分暂且不论,发展了数百年上千了,恐怕早已定型, 轮不到我来智慧,但火器这东西,从前送的突火枪算起,如今也不过百余年的功夫,乃是真真正正的新玩意,新事物,不能按管其他部分的办法,来管火药司的火器。 马静自然能听出江星火话语里的诚恳,并不是真的对他有看法,而是确实想给自己提一些意见,如此,马静方才面色稍记。 那国师以为该如何管,该设立些奖励机制,鼓励工匠们改良现在的火器。 江星火干脆明示道,我听郑和说,马公公也是从静南一路血战杀出来的,那该对火器抱团使用的威力有所认识,陛下要组建纯火器化的税族卫,便有意要为以后更进一步普及火器单独成军做准备。 听到这里,马静的脑海里,确实想起了一则传闻,皇帝确实有意将燕军主力改组为京营,而京营,计划就是由骑兵部队的三千达官营三千营,五军营,以及一支火冲火炮部队组成。 但这也只是军改的诸多传闻之一,并没有得到证实。 或者说,到底怎么把燕军主力改编成京营,别说五军都督府那里只有预案没有最终结果,就是皇帝那里,恐怕也没有定下协议。 所以说,税族卫这个纯火器部队的建立,未尝没有皇帝进行试点的意思。 念及至此,一想到皇帝以后,确实有可能组建大规模的火器部队, 而现在的火器性能,又确实满足不了单独成军的需求,马静不由地有了一些自己的心思。 如果表现得好,能多制作出一些种类丰富,质量过关的火器,恐怕确实对自己的前途有帮助。 马静的脸色,顿时缓和了起来,拱手说道, 国师指教士,却是在下鼠目寸光了,还请国师恕罪。 大明最好的军事工匠人才资源都掌握在马静手里,江星火自然是想要团结对方的, 兼马静脑子灵活,晓得是,便也没有继续让对方难堪。 这样吧,本国师不妨抛砖以欲一番。 江星火沉吟刹那道,这个奖励机制道,也不要不自卖得太大,现阶段还是以直接发明,不为主,先以技术公关的形式作为目标。 这便是说,江星火不打算一开始就搞什么工匠当官,或者发银子那些动静太大,反而会害了这些工匠, 变革要一点一点来,对人才的重视意识和人才培养制度的建立,都不是他说句话就能做到的。 至于发散性创造,给予专利保护,那也应该是下一个阶段的事情了。 眼下搞,这帮人搞出个三眼冲算是思路,还不偏,把科技点给点到了单发后插枪头肉搏的快枪上,恐怕才是歪到姥姥加尔后一种可能, 按照现在的军事惯例,恐怕才是出现概率更大的。 譬如说,本国师想基于现在的火冲,给税族卫的智氏火冲做改良。 直到江星火懂行,又肯为他们谋福利,几名火药司的工匠听得很认真。 心是火冲还是点火,只不过不是这么粗暴的点火了。 江星火介绍了火神枪的原理,这是碎发枪的钳制科技,也是这个时代,绝对能实现批量制造的火器。 而是在火冲的钥匙外面开一个凹槽,槽内装一根蛇形杆,杆的一端固定,另一端构成扳机,可以旋转,并有一个夹子加住能缓慢燃烧的火绳。 枪管的后端装有一个火药盘,发射时扣动扳机,机头下压,燃着的火绳进入钥匙点燃火药,将弹丸射出。 除此之外,现在端着实在是太费劲了,也可以加一个木托,使火冲可以抵尖射击。 江星火转身对众工匠问道,这火器之法叫火神枪,助军觉得听了这番描述,可能明白其中的原理吗? 工匠们兼大官们都允许他们说话,于是七嘴八舌,争执了起来。 有人说,这玩意简单至极,根本没什么复杂原理。 有人说,这东西的原理与传统的火冲差不多,就是加了些小零件,从外部用火绳引火罢了。 江星火耐心地倾听了半天,等工匠们安静下来,领头的老工匠缓缓说道, 我刚才说了,国师说的这种新火冲,它并无太复杂的原理,只是有一点颇为关键。 一名工匠忍不住插话,难道是额外的模具做班机这套装置吗? 古书没说过,我等也不晓得。 老工匠摇头道,班机只是辅助,我觉得这火绳枪主要是火绳,只有找到能慢慢点着的火绳, 必须比炮胀的点火线还慢,才能制作出合格的火绳枪。 江星火点了点头道,这就是你们要研究的问题了,如果研究出来,是制了新的火虫。 马静接过话来,赏你们十年的鹿米,一起分一百匹布。 听闻此言,中工匠顿时都兴奋了起来,便是旁边的那些制造甲轴,公使的工匠也非常眼热。 有一人大胆道,国师大人,您吩咐制造的这个大号孔明灯热气球,我们要是做出来,能不能按照这个赏格铃赏赐。 江星火一时放声道,非指如此,此事其实更紧急一些,便是你们不问,待会儿本国师也要说的。 做出热气球的,包括接下来拴绳载人试验的,敢参与的人,开的赏格里,还要额外加上真金白银。 文言,工匠们一片哗然。 江星火笑着点头道,好,你们先去忙吧。 等工匠散去,宋礼却依旧留在原地。 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江星火,笑道,国师真是博学呀,竟懂得许多稀罕之物,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 这位是…… 新任礼部又侍郎宋礼,姚广笑帮着介绍,不敢当。 江星火谦逊地笑道,随后问道,不知宋侍郎所来是为何事。 宋礼示意稍微单独说话,江星火带着他来到了一个仓库的拐角,见四下无人,巧声道,国师大人,我是来投奔您的。